我的第二个YouTube频道到今天为止有215个人订阅 非常神奇 因为那上面的影片完全都没有见过剪辑 竟然有215个人愿意花时间去点那个订阅按钮 我也觉得非常厉害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快速抵达1000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我的Non-Edit频道 你可以订阅 但是千万不要开启小铃铛 因为有人反映说因为开启小铃铛 所以他的通知栏全部都是我的影片 因为我会在一天之内上传上百支影片 你就会通知充满我的影片 这个Non-Edit频道除了丢我一些没有剪辑过的影片 或者是生活影片之外 我其实也有在做很多很多的实验 像是缩图的实验啊 标题的实验 内文的实验 影片长短的实验 让我发现了非常非常多 奇怪但是很神奇的东西 那最近我上传在Non-Edit频道上面的影片 我在玩标题的部分 那我发现非常神奇 就是你标题如果下得好 让人想点进去 看 只要点进去就好 点进去你其实就已经成功95%了 剩下的5%才是你的内容 你的内容根本就跟标题没有相关 根本没有关系 你的标题只要下得很耸动 让人想点进去 就成功了 很神奇的结论 但是YouTube目前就是这样子 重点是我用这些标题 它可以让一个完全没有内容的影片 竟然有数百个人 甚至数千个人来订阅观看 我真的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瞎 最近这一个月 Google搜寻最热门的竟然是 Naked 裸体 什么鬼 竟然查Naked可以找到我的影片 所以我就在每一支影片 不管什么内容 我标题就全部打Naked 那我的影片就爆炸多订阅率 真的是 超瞎 重点是整个YouTube的成效超级好 现在有15923个人在这一个月 观看我里面的任何影片 真的是超级神奇 重点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 大家会愿意花时间去点 这种奇怪标题的影片 却不愿意花时间去点一些正常标题的 像我主频道的那种认真拍摄的影片 就是真的是花时间真的认真精心安排每一个东西的影片 大家不愿意去看那个 那个点语率真的是低到一个炸开来 然后我这些乱拍的影片竟然这么多人想要观看 而且有一些影片的评价 那个赞数还蛮高的 真的是很瞎 我真的完全无法理解 然后我还有发现英文的标题会比中文的标题观看次数会更多 因为就人口的差别嘛 就讲英文的人这么多 讲中文就只有香港台湾 啊中国不能用YouTube嘛 所以就观看数就是会比较少 那我在第二频道做的这些实验 其实规模还蛮庞大的 就是数百只影片这样子做实验 然后我们的固定的东西 其实也还蛮固定的 像是我们的内容 就是我们的标题下面有那个内文的部分 全部都是一致的 然后我们的tag 就是我们要hashtag的东西 我全部也都没有理它 就是都好像应该都没有hashtag 就是全部空白 所以我们会改变的 就只有标题跟缩图而已 就这样子 但是我到目前为止 我一直更新我的这个第二频道 Non-Edit 那我觉得其实 如果要把这个我学到的东西 或者是YouTube想要的东西 或者是大家正在搜寻的东西 然后把它移到我的王靖凯 主频道来使用 我觉得其实也不太 不太恰当 因为我的主频道 其实最多人观看的是 我的开箱一些科技产品 像是我开箱手机啊 或者是我跟大家分享摄影器材的部分 因为那些部分是真的可以帮助到 大部分的观众了 就是我 因为大部分都不是业配 所以就是我可以 拿一支东西 然后就说 哦这个超级烂 然后或是它有什么什么问题 我全部都可以点出来 所以呢我就可以帮助到非常非常多观众 可能会让你更想买 因为完全符合你的需求 或者是你原本想买 看了我的影片才发现 有这些这些缺点 所以让你省下了一些钱 就可以帮助到观众 我觉得那是我主频道 最重要的东西 而且还可以跟观众互动 因为那些观众如果 看了我的影片 然后买了一个东西 他们就会在下面留言说 哦谢谢我的影片 然后帮助他们买到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好的互动 就是YouTube很好的互动 那如果我把这些 充点阅率的东西 然后搬到我的主频道 我觉得 我就会整个摧毁我的主频道 所以我主频道跟副频道走的 就是不一样的路线 我的主频道就是希望帮助别人 虽然只能帮助到几十个人 但我觉得我也很开心 然后他们也会留言感谢我 我觉得这样超赞 那我的副频道呢 就是一个重量不重值 就是一直乱丢 然后放一些垃圾标题 然后就看了 然后你很伤心 你很后悔 你点进来观看 那我也没差 因为这个就是 non-edit没有剪辑的频道 有兴趣就去看一下啦 真的很多神奇的东西 你看点阅率最多的影片 竟然是什么 街头一人在旁边路边唱歌 真的是超级一下 目前我第二个频道 215个人订阅 我希望尽快可以达到1000人订阅 这样我才能开启盈利 然后可以把这些钱 拿来在主频道 生产更多优质的影片 这才是我最终目标 就是我们希望是 第二频道辅佐第一频道 然后让第一频道更好这样子 到目前为止 是不是觉得我第二频道 全部都在放垃圾影片 但是其实我只要是第一频道 不想要放的东西 我全部都会放第二频道 就像是一些比较深入的探讨的影片 或者是就是很简单用手机拍 但是有一些内容的影片 我也会放在第二频道 就是我想要让更多人看的东西 我就会放在主频道 那我想要 让想看的人看就好 不想要影响到大部分的人 我就放第二频道 就越神奇 就还有主频道就是一个 尽量把品质拉起来的一个频道 就是我希望把影片品质拉起来 因为其实我根本就不是YouTuber 我是一个摄影师 所以我想要创作 就是我想要做一些奇怪的摄影手法 或者是我想要做一些有关摄影 然后灯光的布置 然后我在做实验 我就会放在我的主频道 那副频道可能就是 用手机这样子开心拍 或者是用小相机这样开心拍 然后就这样子 反正有兴趣就去看看啦 可以订阅 但不要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